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好样formosa 新年期间拜访亲友 免不了要带伴手礼 有别于传统大卖场 南投一家食品观光工厂 从原料生产包装到销售一贯作业 上百种伴手礼提供游客选购 实惠的价格受到游客青睐 我们一起去看看 琳琅满目的伴手礼 礼盒 南投这家食品观光工厂 加上白鱼种商品供游客选择 我觉得这个巧克力麻糬它皮很薄 然后里面的蟹又很Q 然后又不会很甜 然后它可以就是如果过年到了 要送朋友或是客人 它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伴手礼 而且又满平价的 伴手礼有差不多一百多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麻糬这个真的很好吃 大家可以来过年的时候买一下这个 回去送给家里的朋友亲戚好友都可以 从原料到成品 获得国际认证一贯作业的生产线 品质有保障 不需透过牌商 价格巨竞争力 我们生产线都是通过的 我们食品的ISO22000 还有我们的HACCP 工厂这边指引 像是这些伴手礼可能跟外面的一些 不管是你到卖场还是一些专卖店来相比的话 大概等同规格的话 大概会便宜的可能至少有20%以上的幅度 放寒假的带小孩子来一些观光工厂观光 在这边又有现做的一些特产品可以购买 然后这边又可以带小孩子参观工厂制作流程 这个是很好吃的伴手礼喔 外面是巧克力喔 里面还有包麻薯 棉花糖跟果酱 可以来试吃看看喔 这个果冻啊 吃起来很Q 不会那种感觉有点很那个 不会很甜就是恰了好处那种感觉 真想全部把它带回去 可是呢 车子没有开那么大台来 不过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玩 从传统甘马店 大卖场到观光工厂 伴手礼市场由纯销售 发展到一边观光一边采买 好吃又好玩 新唐人雅特电视 陈汉昌孔祥威 台湾南投报导